蓝田路和德明路口因为德明路地势较高 一旦下起大雨 雨水就会积在蓝田路口附近 造成人车和店家困扰 原来是蓝田路原有的雨水干线出口处述缩 导致雨水无法排入右舱大排 是蓝舱路的接近下游段的湘寒 它本来大概只有1.68公尺 那它是一个述缩瓶颈段 下大雨的时候才会因为这个述缩段造成上游 下水到上游的水没办法顺利排泄 如果好大雨的话这边就会积水 进到那个小腿上 然后说这造成人车的危险性 经过市府水利局向营建署申请同意 补助1300万元办理积水改善后 将既有的雨水寒管打除改建湘寒 增加排水断面并且增设侧沟 加速路面的排水 慢车道的侧沟本来是收水比较不易 它这边比较低洼 那我们在这个路口的部分也增设了侧沟 那也增加了格杂式的沟盖 让地表浸流水能比较快速的排到侧沟里面 那到我们的下雨道系统去排泄 这项蓝田路的排水改善工程已经完工 道路下方不但加大了香寒 将雨水导入右舱大排 蓝田路和等民路的两侧 也新增加大约200公尺的侧沟 路面重新刨坡 目前已经全面开放通行 那基本上依照我们的规划 跟我们的分析的部分 那这里的工程完成后 对这个区块的淹水是一定会有改善的 加大约是往之后 它水流一直往后进行那边排出去 这样水流的速度是比较快 南子区的地势稍有起伏 部分区域向凹处就容易积水 市府水利局积极以香寒改建和测沟排水等改善工程 提升区域排水效能 解决区域水患问题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